1944年8月25号 盟军击败德军收复巴黎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个关键性的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战争 涉及到所有的大国 一亿多名军事人员被动员参与 有超过五千万人不幸 在战争当中死亡 1989年8月25号 美国太空船航海家2号 到达距离海王星最近的地点 也首次拍下海王星的清晰照片 发现了海王星大黑班 但后来用哈勃太空望远镜 观察海王星时 发现大黑班已经消失 最初大黑班被认为是一大块云 后来推断它应该是 可见云层上的一个孔洞 2011年8月25号 苹果灵魂人物贾伯斯 散电辞去执行长职务 改由营运长库克接手 消息发布后 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盘后交易 一口气暴跌了5.3% 一度引发投资人跟粉丝的恐慌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